歡迎收聽新視覺聽新聞 我是Susan 中共日前提出所謂建立一流軍事強國 打敗強敵藍途等口號 分析認為中共軍隊有多個致命弱點 除了硬件落後之外 腐敗同時是低落也是弱點 但是致命的還是因為中共軍隊是一支黨衛軍 中共大力發展軍力 並且有計劃地將南海和周邊地區當作演兵場 霸凌他國 此外在APEC峰會期間 中共黨魁雖然否認有攻台計劃 但是中共近年來的一系列軍事動作 包括軍改大規模建造軍艦 在台海地區頻頻軍演 令它的飯台野心暴露無疑 但是據專家的分析 中共軍隊外強中肝表面上看來 好像與先進國家一樣規格的裝備 但實際上在軍事技術上 是落後美國等西方國家 最知名的是黨指揮槍的做法 早已與現代戰爭相背離 中共軍隊擁有200萬人員 和2,250億美元的年度預算 有世界上最大規模的陸軍和海軍 及龐大的導彈部隊 尤其是近年來不斷發展裝備 對外擴張 武力洞嚇台灣 看起來好嚇人 但只是裝備來說 共軍役落後美軍10年以上 並且新設備無法找到高質素的操作人員 2023年5月 中共新修訂的徵兵條例 重點是引入人工智能專業的理工科學生 中共軍部報導說 易難招收到戰鬥機飛行員 工程師等技術人才 海軍也沒有足夠訓練有數的人員 來操作新戰艦 其中航母飛行員的需求最為緊迫 甚至出現欠缺裝備等人才的現象 另外 中共軍工綜合體在飛機和船舶 發動機等領域仍然落後 伊蘭外國的一些零部件 美國對半導體和零部件的禁運 可能會令中共研發軍事技術更加困難 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員兼所長 沈明瑟對大紀元表示 中共的軍事科技主義有兩個來源 一個是過去的蘇聯援助 然後逆向工程發展 或俄羅斯買給它 它再自己仿造 另外一個是蝕取 模仿美國的技術 比如 殲20和殲35很明顯是模仿美國的F-22和F-35 但模仿存在一些問題 首先是材料問題 比如美國的發動機葉片非常先進 中共沒有辦法比 做出來的發動機的號選率非常高 壽命非常短 從俄羅斯模仿來的也有這個問題 俄羅斯也會擔心給它模仿 所以其它也會有所限制 沈明瑟說 這種情況之下 不管逆向工程還是蝕取 模仿 最多能做到80%或80%以下 表面上看起來 武器跟別人的同樣規格 但實際上還是落後的 如果美中軍事對比的話 不管是觀念 準則還是武器系統 各方面都落後 比如 航母科技落後大概15年左右 高科技一體化聯合作戰至少落後美國10-15年 先進戰機落後半個世紀 也是10-15年 只有在彈道導彈、軍艦和數量上超越美國 但是性能是比不上美國的 正因為在上規武器上全面落後 中共軍隊會避免在這方面競爭 中共軍隊將資源重點放在殺手簡武器的發展上 國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軍與作戰概念研究所副研究員 洪哲傑告訴大紀元 在太空、無人機、人工智能、量子科技 和軍事相關的部分領域上 中共期望在軍事科技領先美國 或是縮小差距 此外中共軍機幾乎沒有作戰經驗、幻想和平病 由於中共長期實行的獨生子女政策 中共軍隊成為一支獨生子女大軍 超過70%的軍人是獨生子女 這個導致了士兵厭戰、拒戰、士氣低落 由於中共軍隊具有本質上的致命弱點 它是一支保護中共政權的武裝力量 而非一支保衛人民利益和保護領土的軍隊 中共軍隊更重要的另一面是 配合中共的間諜、滲透、破壞、政治戰、宣傳戰等 超限戰活動去將聲勢、適禮內飲 在灰色地帶恐嚇對手和輪廓 台灣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松國成教授表示 中共對台灣人喜歡用情報滲透或認知戰 這個說明他們對舞台攻台能力不足 要在純粹軍事行動之外部署一些非軍事手段 不過宋教授表示 除非中共黨魁、窮兵、獨舞 已到不可奏約的地步 對台海和國際情勢嚴重的誤判 否則決定攻台時 必定要面臨多個困局 首先 戰爭成本是不可以承受的 其次台灣有很強大的反抗能力 是全世界導彈密集度最高的國家 第三 別然引起國際社會聯合來對付中共 中共要打台灣 不僅是打一個台灣 可能還要對東亞好幾個國家 甚至美國開戰 中共軍隊更嚴重的問題是 黨魁個人獨裁 不再允許進行嚴肅的內部政治辯論 結果決策能力不斷惡化 技術官僚已經被效忠者邊緣化 宋教授表示 他對軍隊始終都不放心 否則 為什麼會國防部長 火箭軍軍頭都不見了呢 所以先說 不能夠人在曹刑心在看 古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意思就是一種對亡國亡黨的憂鬱 中共軍隊無論如何效忠於黨 也是父母養的子弟 也是人民的一部分 從過去蘇聯解體 東歐政變的例子來看 軍隊最終站在人民的一邊 甚至暗中協助人民 推翻共產黨政府 審明室表示 最主要就是共產制度本身的問題 過度的政治思想工作 可能會培養一些萬重共產黨 但是一些人會思考 為何而戰 為誰而戰 覺得共產黨不為人民著想 為什麼會替他賣命呢 共軍可能因為戰爭的不正而勝 引發了指揮官的抗命作為 如果今天共產黨叫打台灣 他們會覺得說 台灣也沒有搞什麼 跟美國的關係是因為你搞得差 為什麼要跟美國打仗呢 我為什麼要為共產黨打仗呢 以上節目內容取材 至大紀元記者宋棠 亦予採訪報導 今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此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的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喂喂,看完米酒住 記得like、subscribe和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吧 再次再次請出馬上 我們再次請出馬上 õ面 一分剛才 那一刻 請來